你好 我是李挪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台湾的新版护照将在新的一年1月11号开始发行 新护照最大的特色是放大了台湾的英文字样 提高护照封面台湾的辨识度 因为疫情的关系 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领悟大厅不对外开放 但是护照更新还是可以以邮寄的方式办理 为了鼓励侨胞换发新版护照 经文处将会举办抽奖活动 以邮戳为凭 凡是护照申请文件上印有2021年1月7号当天 或是7号以后的邮戳都可以参加抽奖 经文处将会在1月11号下午抽出10名得奖者 赠送来自台湾的防疫礼盒 礼盒里有台湾制的医疗口罩和酒精棉片 滑鼠店等等精美小礼物 所以申请新版护照一定要在1月7号之后再寄出申请文件 以免拿到旧版的护照 新版护照封面仍然保有现行版本的元素 只是放大了台湾的英文字样 台湾的英文国民The Republic of China字样 环绕在国徽的外围 护照没有过期也可以申请换领新版晶片护照 更换护照不是硬性规定 您还是可以使用没有过期的旧版护照 新版晶片护照每本公本费45美元 折合台币是1300元 未满14岁的孩子每本护照的公本费31美元 折合台币900元 新闻接下来关心 美国财政部宣布元旦之前 美国民众就可以领到纾困案当中 针对多数人单次发放的600美元现金 以四口之家为例 四个家庭成员 每个人能够领到600美元 总共可以领到2400美元 新闻最后来看 今年感恩节许多人不避讳疫情 依旧出游聚会 是造成12月中旬疫情黄标的主要原因之一 Santa Clair County因此规定 从外地回到湾区的居民和旅客 必须在抵达住家之后自主隔离10天 今年圣诞节出游人潮再现 圣诞周期周末期间 全美国有超过100万人次出游 流行病学专家呼吁 新年期间大家一定要减少出游和聚会 大家一起联手才能有效对抗疫情 感谢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